乳腺积患 一个特效之 那么董事区域里面主要是什么 足三虫 足三虫呢位于什么 阳明少阳之间 那么足一虫呢相当于玄中穴附近 随惠玄中绝骨附近 那么首先 它是心之分支 那么心之分支 那么它就具有什么 活血的功效 所以左长波老师认为 足三虫是活血力非常强 组织异常增生 也就是说呢 从董事齐学的角度 这些异常的增生 肿块甚至肿瘤 那么呢 这些呢都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足三虫来治疗 也有人提出来说呢 实践中发现 直接在足三虫附近次血 做次血呢 对于身体这种异常的增生 效果比较好 那么我们看它主治 肝脾之症 红木斗 脚上的木斗 墨流血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下 乳腺炎的这个冰肌 乳腺炎初期的时候 就是属于什么 肝玉脾须弹凝 肝玉脾的技术上 造成了弹的凝质 所以的异常增生 也或者说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木旺成土症 所以你要调木 你要调木 你需要调木 你要疏干 你需要健脾 疏干健脾 那么 主张呢 用右侧 在右侧去学 去右侧的 三重学 请不吝点赞